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每日頭條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2月13號 星期二 這期新聞的主要內容有 北約多國備戰 歐盟啟用凍結的俄國資產援助烏克蘭 美國中共非洲角力 傳中共想在加鵬駐軍未果 各國義工加入拆牆運動 發起連署行動 洛杉磯華人集會紀念李文亮 為自由發聲 超級碗收視率創紀錄之後 派拉盟裁員數百人 在節目開始之前 先向您介紹一個希望之聲主辦的 臺灣日本時政文化之旅活動 4月帶您去體驗臺灣春天的美麗美食和日本前首相安倍的故鄉 那裡是產生日本首相最多的地方 4月14日到4月23日 希望之聲組織了十天的臺灣日本時政文化之旅 這不僅僅是一個與山水的相約 更是一場與歷史和文化的碰撞 著名媒體人石板明夫將參加日本部分的五天行程 循跡明智維新馬關條約的故地 現場為大家講解真正的歷史 同時會有兩場演講 三場與台橋及日本政商界的交流晚宴 還可以品嘗到美味的河豚 活動的詳情 歡迎查看置頂留言區的鏈接了解更多 需要提醒您的是 名額有限 報名一定要快哦 英國智庫王家聯合軍事研究所 歐洲安全研究員阿諾德近日表示 俄乌戰爭以來 北約各國陸續提升了軍事戰備 但社會戰備也有必要儘快提升 12日晚 歐盟要求持有超過百萬歐元俄國遭凍結資產的中央證券保管機構 必須將它的利息收入另行存放 等待歐盟設立可用來援助烏克蘭的機制 另外 歐盟將首次因為支持俄國入侵烏克蘭對中國公司實施制裁 英國國防大臣夏普斯1月警告 世界正由戰後過渡到戰前時期 局勢日益險峻 阿諾德表示 英國當前和未來可能面臨的安全挑戰 需要以全社會模式應對 政府應該向大眾明確坦誠地說明國家面臨的安全風險 包括兵員 緊急動員模式 社會各領域 以及常規部隊 產業與民眾如何有效的協作等等 俄乌戰開打之後 同年6月份 北約將俄羅斯定為威脅 並誓言捍衛北約的每一寸領土 之後將旗下的多國戰鬥群的數量加倍 1月上旬 瑞典民房部長布林提到 戰爭有可能在瑞典境內發生 武裝部隊總司令巴登進一步指出 所有瑞典人都需要為戰爭做好準備 瑞典民房緊急應變局多年來透過持續的更新網站 與發送手冊到每一戶住家 向民眾詳細的具體說明 一旦危機或者戰爭來臨 該怎麼做 由於烏克蘭戰爭的炮彈需求大增 位於瑞典卡爾斯科加的彈藥製造商宣布 工廠全天無休 輪班增產彈藥 北約軍事委員會主席鮑爾表示 北約可能在20年內與俄國交戰 德國防長佩斯托瑞斯 預計俄國可能在5-8年內攻擊北約 而愛沙尼亞 挪威 波蘭等國家的軍事 和情報單位也預估 俄羅斯可能在3年內攻擊北約 阿諾德提到 幾乎所有的北約國家 包括美國 英國 波蘭 都在軍隊的招募率 流行率 以及吸引專業人才方面遭遇挑戰 無論是多先進的軍備 都需要有人來操作 在不到10年的時間裡 波蘭的武裝部隊的規模 從9.5萬人增長到20萬 大約翻了一倍 但最終的目標是總兵力30萬人 這將使波蘭成為北約在歐洲最大的陸軍 《泰晤士報》記者穆迪認為 波蘭正在應對俄羅斯的威脅 歐盟在本月初通過設置烏克蘭機制 以2024到2027年為期限 一次匡列了500億歐元協助烏克蘭戰後重建 當時便提出 如果能合法的動用 被凍結在歐盟國家的 俄羅斯中央銀行資產的利息 就會納入這個機制 目前 歐盟和美國 日本等其他七大工業國家 一共凍結了大約3000億歐元的俄國央行資產 其中有2000億歐元是在歐盟 據《歐洲動態》的報導 目前歐洲清算銀行已經將這批凍結的資產 特別標註為投入援助烏克蘭的專用基金 未來4年內 這些資產的利息 可能達到150億到170億歐元之間 美國 英國 日本和加拿大等這七國家 則是想沒收全部的境內遭到凍結的俄國央行資產 據政客報導表示 歐盟首次計劃制裁中國 土耳其 印度和塞爾維亞等國家的公司 因為這些公司幫助俄羅斯規避制裁 並購買軍民兩用的產品 歐盟目前正在準備制裁4家中國實體 在14日 歐盟成員國將就制裁名單達成一致 另外 俄羅斯去年實施了一項新的法律 禁止應招入伍的人在收到徵兵通知之後離開俄國 收到徵兵通知之後 如果沒有向軍方報到 將面臨最高3萬盧布的罰款 隨後俄國人再次爆發了逃亡潮 前往歐盟國家 巴爾干半島 高加索以及中亞地區 申請拘留或政治庇護 據《韓國先驅報》的報導 去年在韓國尋求難民身份的俄羅斯人大幅增加 超過5000人提交了難民申請 原因幾乎都是為了躲避應徵入伍 而中國公民趙瑞一年前與俄羅斯國防部簽約 前往烏克蘭戰場 月薪是2700美元 去年11月 他在戰場上打水回營地途中 被烏軍的無人機擊斃 12日 網傳烏克蘭官媒放出了趙瑞被無人機跟蹤 擊中身亡的視頻 但現在俄羅斯媒體不承認趙瑞是俄羅斯士兵 還指責他偷別人的短褲 傳播性病等等 據瞭解 趙瑞的家人到現在也沒有收到 俄國官方的陣亡通知書 和應該給予的約30萬人民幣的撫恤金 而烏軍對陣亡的僱傭軍會及時通知家人 並且舉行隆重的葬禮 包來回機票 並頒發榮譽勳章和100萬元人民幣的撫恤金 《華爾街日報》在13號報導表示 在去年8月份 中非國家加鵬共和國的前總統彭哥 告訴白宮首席副國家安全顧問費娜 他曾經祕密地向習近平承諾 中共可以在加鵬的大西洋沿岸駐軍 結果之後不久 彭哥的政府就被推翻 美國官員表示 對於加鵬共和國不會允許中共建立軍事設施這件事有信心 當時 費娜曾經敦促彭哥收回這項承諾 幾週之後 彭哥被自己的總統衛隊推翻 加鵬精銳共和國衛隊的領袖恩古馬就任臨時總統 費娜在聯合國大會期間會見了恩古馬 恩古馬表示 理解美國對中共的大西洋軍事存在感到擔憂 而彭哥只是口頭答應習近平 並不是書面協議 報導指出 美國把大西洋視為戰略前院 並認為中共在那裡的永久軍事存在 對美國的安全構成重大的威脅 尤其是海軍基地 美國官員表示 中共正展開幕後行動 以確保在非洲大陸西岸建立海軍基地 兩年多來 美國也一直努力地說服非洲領導人 不要讓中共海軍駐紮在大西洋水域的港口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一個位於大西洋海岸線的非洲國家 與中共簽署協議 美國官員之前曾警告 中共打算在赤道幾內亞建立基地 赤道幾內亞政府一直向美國保證 不會讓中共建造基地 據中共當局聲稱 自2000年以來 從非洲西端的毛里塔尼亞到印度洋沿岸的肯亞 中國公司已經在非洲建造了大約100個商業港口 但目前只有一個非洲港口 建造成可以停靠中共的船隻與部隊的固定基地 這個中共基地可以停泊航空母艦與核潛艇 與美國在非洲最大的基地勒蒙尼軍營相距不遠 美國官員認為 加鵬不會允許中共的軍隊長期駐紮 或者建立中共的軍事設施 但因為恩古馬政權不透明 仍需要留意中共的動向 當一扇門關閉時 中共就會去尋找另一個機會 2024年的除夕夜 《拆牆運動》發起聯署行動 《拆牆運動》的負責人表示 近一年來 由於各國的義工和技術人員的加入 《拆牆運動》取得了很大的進展 中共的防火牆不倒 聯署不結束 2月9日 《拆牆運動公號2》官方X平臺發文表示 身處一個信息飛速傳播的時代 互聯網已經成為了我們獲取信息、交流思想的主要渠道之一 然而 對許多中國網民來說 他們無法自由地訪問全球互聯網 而是被中共政府設置的互聯網防火牆所阻擋 這種嚴格的審查制度嚴重侵犯了中國人民的基本人權 限制了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 阻礙了思想交流和文化交流 為了呼籲國際社會關注中國網際網路審查問題 我們發起了拆牆運動 我們堅信 每個人都有權利自由訪問信息和表達自己的觀點 不應受到任何形式的審查和限制 聯署倡議中表示 在這個關鍵時刻 我們需要您的支持與參與 讓我們共同為打破中國網際網路防火牆而努力 運動的核心目標是通過集體行動 向中共政府表明 我們堅決反對這種信息封鎖 並爭取恢復網路自由 拆牆運動是2023年3月份由喬信心最先發起的 三個月之後 喬信心在老撾遭到了中共跨國抓捕 之後由丹麥的劉棟林接替喬信心繼續這項工作 拆牆運動的負責人劉棟林在接受大紀元的採訪時表示 聯署活動是大年30日那天發起的 義工們想到 除夕就是除夕 實際上國內翻牆的人都知道中共的惡 他們更想聯署簽名 拆掉中共的防火牆 拆牆運動建立了平臺也發展了很多義工參與其中 對怎樣拆牆有了更加清晰的架構 他介紹說 一方面是用VPN的方式穿牆 另一方面是用免翻牆的加密軟件 或者是加密的會議室傳導拆牆的知識 例如傳播壓縮視頻 或者通過牧師傳導聖經 教英語的方式 連帶告訴他們中共防火牆的危害 另一方面就是公布建牆的中共高層管理人員的信息 把名單送到各國的大使館 對他們進行制裁並禁止他們的簽證 這些方面我覺得是最有效的 劉棟林主要是負責搜集建牆惡人的信息 他認為搜索了這麼長時間 這種方法確實很有效 他呼籲大家一起努力 但是對於哪一天能夠拆掉中共的防火牆 他們不去預測 因為中共有人說 防火牆倒了 中共三天就下台 山東萬達廣場事件的策劃者柴松向大紀元記者表示 他認為拆牆運動做的是實際性有意義的事情 是對中共能夠產生衝擊的事 所以這件事的難度很大 柴松還認為 由於中共的無神論洗腦宣傳教育 一開始翻牆的時候 人們的抵觸性大 對人們的價值觀產生衝擊 可能會產生不信任和恐懼 所以需要看一些過渡性的內容 像財經類的 需要一個受益的過程 要堅持一段時間才有效果 今年的大年初一 是武漢肺炎吹哨人 李文亮醫生去世四周年 幾十名的大陸移民 在洛杉磯的中領館門前舉行了紀念集會 向世人發出爭取言論自由 捍衛生命權的呼聲 90後安徽人莊英女士在集會上表示 中共的憲法規定 中國人有言論 信仰 集會 結社等自由 然而在現實當中 她害怕每一種聲音 不管聲音是大事小 只要你能發聲 她都害怕 莊英從10歲開始就在天津的街頭做小生意 常常被城管人員追趕 經歷過無數次的打砸搶 形成了習慣性的恐懼 即使在逃到美國之後 一開始在集會上發言時 雙腿還是會不自覺的顫抖 聲音也在顫抖 但現在幾乎每次中領館前有抗共的集會 莊英都會帶著孩子前來參與 她的勇氣鼓舞了其他的集會者 很多人都曾擔心被中領館拍照傳回中國 莊英也曾擔心 但現在她已經不再懼怕 莊英說 當你站出來 當你發聲時 中共就怕你 中共怕你說出真心話 怕你的話被別人聽見 怕自由世界聽見 那會暴露它的邪惡 當天主持集會的中國民主黨文宣部負責人王忠偉表示 一個李文亮醫生就讓中共害怕到這種程度 當我們所有人都站出來的時候 中共就直接崩塌了 來自江蘇的劉廣賢在發言中說 他從《九評共產黨》書中看到 中共在文革、六四、迫害法輪功等一系列的人權災難中 迫害死了近8000萬中國人 中共的鐮刀從未停止收割 法律形同虛設 完全成了對付老百姓的武器 對於這些華人大年初一到中領館前抗議 中國民主黨總部常務副主席傑立劍認為 中共不倒臺 中國人過年也不會有一點快樂 因為中共一直在殘害中國人 殘害異議人士、 維權者和信仰團體 扼殺言論自由 每一次過年 我們的心情都是沉重的 傑立劍還表示 他希望更多華人能認清中共與他切割 我們一起吹響哨音 迎接中國的黎明 在12號 派拉蒙全球公司剛剛宣布 CBS創下了超級碗收視率的記錄 結果在13號 這家公司的執行長巴基石就表示 將解雇幾百名員工 根據CNBC的報導 知情人士透露 派拉蒙將裁掉大約800名員工 約佔員工總數的3% 截至到2022年 派拉蒙全球擁有大約24,500名全職和兼職的員工 據瞭解 受到影響的員工會收到通知 巴基石在報告中寫道 這些調整將有助於我們鞏固優勢 並實施未來一年的戰略願景 我堅信 我們有很多值得興奮的事情 派拉蒙全球擁有多種資產 包括CBS、派拉蒙影業、PlutoTV、派拉蒙Plus 以及尼克兒童頻道、Bat等有線電視網 這次裁員正值這家媒體公司考慮併購方案 派拉蒙環球公司近幾個月在與SkyDance Media 和華納兄弟探索頻道展開早期的合併談判 這家媒體公司上個月在一份內部的備忘錄中警告員工 即將削減開支 派拉蒙Plus串流服務 每個季度都在持續虧損 這個平臺在第三季度 虧損了2.38億美元 CBS的第58屆超級玩轉播 是史上收視率最高的電視節目 估計有1.234億人在所有平臺上觀看 根據研究公司Guideline的數據 CBS超級玩每30秒的廣告平均收費 達到650萬美元 創下歷史新高 由於堪薩斯城球長隊 和舊金山49人隊之間的比賽進入了加實賽 CBS網路獲得了數千萬美元的額外收入 2024年 美國大型的科技公司和媒體公司 開始了新一輪的裁員計劃 1月10日 亞馬遜在它的串流媒體和工作室業務當中 裁掉幾百名員工 並將裁員期延長至2024年 1月11日 華特迪士尼旗下的皮克斯動畫工作室 在完成了一些節目的製作之後 準備裁掉超出需要的員工 這個月8日 貝爾傳媒的母公司 貝爾加拿大電訊宣布裁員9% 並出售103個地方廣播站當中的45個 隨後 貝爾傳媒公司決定 終止多個電視新聞節目 並進行其他節目的削減 以上就是這期的每日頭條了 如果您喜歡今天節目的話 請別忘記幫助我們點讚 訂閱還有轉發 也可以使用特別感謝功能來支持我們 感謝您的支持與收看 明天節目再見 請訂閱